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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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没拿这个当成跟他一样的一个政协委员 来 这整个一粉丝集会 你看 后面 你注意星爷这种表情很有意思 他这个头发是天生的白 是吧 你再看 你看 开了半天会 最后匆匆逃走 这个很有意思 但我觉得像这种 我们谈了很多年 每年媒体不是都关心那些明星委员 看他们干了什么 然后看他们有没有好好地做好任务 我觉得他们挺惨的 你想想看 这明星 现在大家一天到晚记者盯着说 你身为政协委员 你提了什么议案 你说了什么 你做了什么 老盯着他们看 然后他们就好好做功课 但是问题是一开始 这些政协委员们 这些明星委员们 他们有选择过吗 就我的意思是说 比如说有人要是找他 你就当政协委员吧 他们能够拒绝吗 或者他们 当初那个过程是怎么样呢 是他们愿意做的吗 当然可以拒绝了 但是为什么要拒绝 有很多好处 有很多好处 而且 当然这个我觉得不怪人家 就是说 就像那天胡润讲的 一个英国人的角度 非常有意思 他说这个人大代表啊 什么什么的 我还说呢 他说中国很多很成功的企业家呀 都在中国都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我说这个呢 跟你们英国那个议员呢 有点像 但也不一样 但是他完全没想到 那跟议员有什么像 他说不是像议员 他说比较像我们那个 英国呀 女王发给一个爵位 对 就是说 你比较成功 我给你一个荣誉称号 对 你看他英国人呢 他把咱们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呢 他当成这么一种荣誉称号 是 这个很有意思 其实啊 你这个闲谈当中啊 其实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其实中国可能慢慢的 是需要建立这么一套制度 就是说 受勋 对 就是说一种勋章 一种级别 他实际上得到的好处 要像现在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那样 就是说他可以有好的医疗 他可以延迟退休 他犯事 他有一点罚的轻一点 比方一旦有什么事 有时候也要罚的重一点 总之他可以享受到现在 政协委员跟人大代表的这些待遇 但是呢 他不需要担负这个参政 议政 这个来评审监督政府的这个责任 现在的人大代表官政协委员呢 等于这个两个责任加在一起了 双肩挑了 他既是一个名誉 比方很多做生意做的好 交税大户 我们就给他一个政协委员 对不对 明星周星驰 我们给他一个政协委员 但是同时 你知道政协委员 人大这个系统 又是国家施政当中的重要一部分 他理论上他应该监督 甚至是最重要 假如我们走向法治的话 人大是监督政府的 对 那你找一些出名的有功劳 但是他本身没有参政 议政这个欲望跟能力的人 你把他 你就把两个东西混在一起了 其实有很多人只是想拿到这个待遇 就应该 就像香港什么太平绅士啊 对 因为我们老板啊 那个刘长乐 就是那个GPS太平绅士嘛 但是他同时 那叫什么来着 JPS 对吗 J 不是GPS 天啊 他现在还带自动导航呢 对 老板是两重 因为他还是政协的 全国政协常委 那部分是议政的 但是有些人不是这样 现在的情况不是这样 可是 现在情况麻烦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 这也牵涉到一个问题 就我们一般人 你别说胡人了 我想中国一般老百姓 你说 你告诉他说我们的人大政协 或者尤其人大 其实就是中国的国会议员 你看到美国国会议员干嘛 英国国会议员干嘛 不是现在网上流传 他们那些开会片段 我想老百姓不是很容易也 就联想到 哦是啊 他们是国会议员 然后你在告诉他说 按照 比如说大家学过政治课 就知道人大其实是中国最高权力机关 嗯 他们也不一定能够马上议会得到 所以过去这么多年 一直有一个讲法 就是说要把尤其是人大要专业化 专职化 其实 嗯 但是问题是呢 这牵涉到一个很麻烦的政治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 为什么我们的人大是 或者我们的政协 给人感觉不是那么专业 就不像人家的议员 他干了议员 他就专门干议员 不干别的了 嗯 有一个很重要的政治理由 就是因为按照社会主义的政治理论来看 西方式的那样的一种国会议员 他们是代议 他们代表老百姓专门去议政 这时候呢 他们会脱离群众的 他们会会变成一种所谓的专业政客 但是人大呢 这种概念背后他的一个想法是 我们不要脱离人民群众 是各行各业 各个地区 各个阶层 你不 你如果是工人 你还得是工人 你千万别说你当了人大就不做工人 那可不行 找你当人大恰恰是因为你是工人 所以你能够代表工人的声音 你不是专业的议员 专业的政客 你还要跟你原来的阶级出身 你身边的环境要连接在一起 理想的讲啊 人大本来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他不可能专业化 但是我现在看就是文道刚才讲的这个也有道理 就是说啊 碰到这个荣誉啊 包括这个全国人大政协这些名人呢 这个伸手容易 缩手难 就当然有些人你真有志于为国家做贡献 这也很值得钦佩哈 但是我现在感觉啊 就是说哎 是有好处 那么授予你的时候你接受 可是你接受你得真得做好准备啊 因为你这个名人呢 格外得扒你一层皮啊 对吧 你得真准备做好人才行啊 你像我这个觉而自觉也不是什么好人的 我不敢接啊 你比如他们讲这个张艺谋 我不知道现在还是不是政协委员 那出了这个事 他们我那天看的报道可能下一届 他自己可能也未必再干了 你知道就是 他是这些啊 是吧 那么你看 你这样就就就麻烦了吗 那么你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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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当然张艺谋这个事你们怎么看 现在又出来 不是对 罚七百多万 罚七百多万呢 我现在给你们总结总结啊 这个马云 这个这个 再看看照片 马云是帮他们说话 对对对对 我出这个照片没有这个勾结他们两人的意思啊 马云跟张艺谋据说也不认识 不是就是见过几面 不是特有因为有什么交情 但是他是说啊 要还张艺谋一个做父亲的尊严 就说他是有错 但也不至于是犯罪 罚你他也认罚了 他也道歉了 那意思不要穷追猛打 对吧 还有一个叫这个周孝正的 周老师 跟说相声的似的 就上来就说一分钱都不该罚 就说为什么一个一分钱都不该罚呢 他说他是用特权捍卫他的人权 说生孩子 这是天经地义的 这是他天赋的人权 你可以说他行使了特权 但他这个特权呢 是为了行使他的人权 反正正早这么聊 你们觉得这个怎么看 我 我觉得周老师这个讲法 也不能叫做不对 但是问题是有一个漏洞就在于 人权呢 我们应该用任何手段都去争取人权 可是问题是在一个国家里面呢 人权这个抽象的普世的概念 它的落实是透过国家的制度安排 法律条文的安排实现出来的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这个人权应该在一个国家之内是公平的分配的 就人权是牵涉到你有什么自由做什么事情 你有什么样的权利 但是既然是人权 他就应该是公平的 所以不可能 所以你承认人权的时候 就承认了一个公平的人权 你不太可能同时就因此推导出 有还可以用特权来维护人权 所以他这个事啊 我发生几个疑问 首先就是我第一开始说的啊 就是说的那一套啊 和实际上的一套啊 永远是不一样的 你比方说 是不是说人人平等呢 比方说宪法里边讲 这个公民全国公民人人平等 事实上不是的 比方说名人 你得承认他就是特殊的一群人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真拿他当成普通人 那你对他的很多行为是违宪的 比如说宪法里没有说有些权利 名人可以 可以没有 隐私权呢 肖像权呢 名人都有的 但是你看我问过公安局的 公安局说实际上呢 就是说要法院看这个事就会说 因为你是名人呢 你多少总要让渡一些你的个人权利 就是名人要做出牺牲 你要做出一些牺牲 你看这就是我就说啊 真正的那个抽象的理念呢 和实际情况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名人跟普通人就是不平等的 对吧 比如说普通人 如果你侵犯了我的肖像权 好你把我蹬在上面啊 如果那么我可以行使肖像权 就看你是不是牟利 比如说你把照片卖给杂志了 那么你牟利了呀 你拿我肖像牟利 你没有问我 普通人可以告你的 对吗 但是名人不可以 法院也不会支持名人的 为什么公安局局长讲 我觉得他这句话很有意思 就是你享受了很多好处 你出名嘛 享受很多好处 所以有些个公民权利 在实际层面上名人是要让出来的 那么也就是说咱要较真的说 他就不是人人平等 再有一点呢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我跟你说 也不平等 这个咱们广告之后 我再给你们提一件问题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这个法律面前 为什么也不是人人平等呢 就是这个周肖正讲的 关于这个罚款 这个史数啊 哎 引起我这个疑问 你看啊 这件事我也想不明白 张一谋这七百多万 是怎么算出来的 因为你最大恶极嘛 你这样是吧 然后呢 好 你是按照上一年你的年度 他最主要的钱呢 是你的年收入的最按最高标准 按当地的标准是两倍 那么年收入的两倍 所以你看 这里面就成立了一个什么呢 背后有一个逻辑 挣的多 罚的多 对吗 同样的 你要没挣钱 你就不存在两倍的问题 你挣的越多 你罚的越多 好 那么这个精神是为了什么呢 说因为有些个富人 他们有钱 你如果按照人人平等 比如说都罚一百块钱 或者都罚一万块钱的话 对他们来说根本没有威慑力 对吧 好 讲得通 这个讲得通 可是问题在于我换一个角度啊 为什么汽车伪张不这样呢 那你一辆开宝马的一个开劳斯莱斯的伪张 为什么不按照车的价钱来罚呢 因为这个逻辑一样是讲得通的啊 他开劳斯莱斯的他那么有钱 你跟开那个什么桑塔纳的罚一样多的钱 你怎么能震慑他呢 你怎么能威慑他呢 房子伪张也是啊 对 就是豪宅伪张 该不该罚更多呢 对 所以我说这个法律有个自洽 你有个自圆其说 你这个逻辑是对的 可是你要按这个逻辑 实际上人人不是平等的 对吗 那你要不是平等的 那我就说了 所有的富人都应该多罚 可是事实上 咱就说交通违章 为什么有钱的不多罚 为什么有钱的和没钱的罚一样多的 这个就讲不通 所以这时候呢 其实本来还有另一种刑法上面还可以有另一种做法 就是说你如果真的怕 比如说我们把这个超生定额罚款了 定额 比如说每超生一个就被罚一千 那刚刚讲完了富人 就一千算什么 多给五千等于买五个孩子 对对对 就这个意思 那怎么办呢 这时候我们不要忘记法律还有另一 司法还有另一种武器 不罚钱 坐牢 假如我们定的是一个刑期 就是罚款兼居留 比如居留两个月 这个时候呢 很多国家都是这样子 如果针对富人 你怕他不怕花钱的话 你加上居留的时候就有威吓力了 因为富人 穷人 谁都怕坐两个月了 那更不行 那这个一孩政策的残酷性 又要更加被人了 那当然 那当然 问题就在说 所以呢 所以呢我听下来呢是这样 你罚礼上罚什么 你们都没法辩护 他都有道理 嗯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样 我就在这件事情上 我就同情张艺谋 我也讲不出什么道理 就是我就同情张艺谋 我就觉得这个 在人家全世界的人看来 你们中国这么出色的一个导演 因为生了自己几个孩子 要罚一百万美金 我觉得人家就好像普莱斯基 在美国有一个几十年前的 跟一个女生的案件 那个女生现在都出来原谅他了 美国到现在还不让他入境 普莱斯基只能在欧洲里面讲 不是不让他入境 是入境就立马抓 对 入境就立马抓 我就觉得美国这个法律 stupid 他很想要入境 普莱斯基我一点都不会谴责他 我觉得他是个非常出色的导演 一模一样 我觉得张艺谋这件事情 张艺谋以中国的法律是做错了 罚款也应该 但是张艺谋是个好导演 政协委员还应该继续选 在我看来就是这样 俄罗斯那个网友那边都炸了 因为俄罗斯人口可不多 俄罗斯说生三个孩子 在我们这儿是要发奖金的 英雄的父亲 新加坡也是 而且再说一句话 像张艺谋这样的地位名声 他要拿一个香港的居民身份 他要拿一个美国的居民身份 他自己说他放弃绿卡了 对 全都是很容易的事情 不说他坚持做中国人 是不是爱国 我们不去说他 他要逃避这些 他是很容易逃避的 你现在就欺负他老实来这样 其实我们是 的确有不少人 就因为生孩子的原因 放弃了中国国籍 那么张艺谋呢 非常爱国的 不放弃中国国籍 他也付出代价了 那又怎么样呢 对不对 我也觉得张艺谋 反正已经被罚了 就不需要再说什么 反过来还要讨论的就是 到底超生这样的一个概念 或者说生孩子 还是一个生育政策的问题 对 这个才是问题 所以你知道就是 徐老师 你的这个态度 我能说得清楚 我就觉得 比如说上次 我们节目里也做过 很多观众 后来我一看反应 他们就觉得说 他是站张艺谋那边 他同情张艺谋 我就觉得很多人看问题 角度太单一了 这不知道是咱们一种什么 简单化思维的传统 就是好像很多人不知道 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中间观点 他们认为你不是支持张艺谋 就是反对张艺谋 我觉得同情张艺谋 所以我觉得 我是什么呢 我说啊 他做错这个事该怎么罚 就怎么罚 有什么做错的 只是违反规则 就违反规则 从道德上没有错 违反规则算错 但是我跟你说 这就像莫言写的那本小说 挖一样 这就是文学在这起作用 你知道中国人很多人呢 他没有一种 另一种的同情心 就是说啊 这个是应该唏嘘的 不光是张艺谋 所以我说 不管你们美国人俄国人 你们笑话我 你们应该给中国人跪下 你知道吗 就是为了不增加全球的人口负担 就是计划 我上次说的意思是什么 计划生育 这个超生这件事啊 他可能有错 是我们中国人为人类做的牺牲 对不对 但他跟醉酒驾驶不是一个性质 对吧 就是说他这个事情啊 中国这就叫争论 中国人民反正是这样 付出了 付出了很大的人权的代价 因为本来生孩子 你想想 但是你好像 就跟减肥一样 对不对 对 你不采取这个措施呢 全地球好像感觉 他们都说养不活这么多中国人 对吧 咱给世界减少了负担 那么中国人民也做出了巨大的牺牲 这个牺牲 其中有一个也是张艺谋的牺牲 所以我觉得你这么看这个问题 我同意 咱七条广告 枪枪三眼 上升到这么高 我觉得其实这也很难讲 叫不叫做中国人民为世界做贡献 表面上现在看也是这样 对吧 但是因为你实际上我们要了解中国从建国 人民共和国建国49年到现在 人口增长为什么增长了那么多 这其实并不是 这本来就是我们 我觉得我们在还历史的债务 就本来我们中间前面有几十年 我们的生育政策 人口政策是出问题的 我们是过度增长 然后现在其实在还一个历史的债务 如果早一点听马英出的建议的话 我们那个时候相信什么人多热气高 什么人多好办事 人多好办事 那时候相信的这一套 你想想看鼓吹这一套 然后觉得这就是革命的原理 然后搞下来才变成今天这个地步 所以我觉得这是为历史还债 不过话说回来 你讲到说到底像这样的事情 这个争论 就像今天中国很多的这种公共讨论争论 我们很快的就把它变成一个两兆的对立 对 变成所谓的正反双方 对 比如说现在不是崔永元跟这个方舟主角打官司 对不对 我前阵子不晓得在哪演讲 我说梁老师你支持谁 对对对 我说我没什么立场 你怎么能没立场呢 是是是 你为什么不能没立场 说那总有一个是对一个是错吧 我说很难讲 我跟你说真是 这个很奇特是吧 这是搞斗争的传统 我真的就发现咱们三人行啊 就非常体现出这一点 我后来看很多观众反应啊 他呀在非常敏锐的揣摩 你到底是哪头的 就是不管你说的多么含蓄 他一定要把你辨析出来啊 你是支持张艺谋的 你是为张艺谋说话的 还是不为张艺谋说话 我说世界上难道就没有不为张艺谋说话 也不不为他说话的观点吗 难道没有灰色地带吗 难道不允许有这个中间观点吗 中间路线吗 好像很多人的思想就是非左非黑即白啊 网民呢 对于富人 对于名人 对于高官出了事情 一般都是不依不饶 罪 但是我觉得这中间应该有分别 你对古俊山这种多罪罪 对张艺谋就算了吧 古俊说 不是咱要照西方最文明的角度来讲 古俊山都有他的权利 罪犯也有他的权利 所以我就是说啊 这个 这个 你像说张艺谋这个 但他总后勤部的权利 他用的这个权利用到我们的利益啊 张艺谋没用到我们的利益啊 那他会受到惩罚的呀 但是你比如说 你到时候最后还得依法审判 对不对 你不能拿着狼牙棒给着几棒子 这也不对吧 所以一样的 但是我觉得我们这种 大家总是要 各种观点的讨论里面 一定要选立 有时候也跟另一个情况相关 接下来为您播出文明喜事录 我们所有媒体一定要提醒 给大家看 i想说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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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